我死的那一天 宋芝瑜结婚了 新娘是我曾经就回家的孤女林月 我变成鬼后跟在他们身边 看着他们相爱 在林月怀孕后 我消散了 公主请看文 如果不好看就罚我一胎生五个儿子 关注大富翁成为大富翁 点赞关注不迷路 每天给你更新不一样的完结文哦 正文开始 再次有意识 耳边想起林月阴毒的嗓音 林月 是不是你死了 芝瑜哥哥就可以看到我了 一气发出强烈的滴滴声 剧痛席卷全身 我忍不住屋叶出声 耳边想起医生焦急的声音 时间定格在那一瞬 再睁眼 我漂浮在半空中 看到了在病床上没了气息的自己 茫然不解 前些日子 医生不是说我很快就会醒了吗 我还期待着和宋芝瑜的婚礼 可为什么我死了 来不及思考 一道力量牵引着我飘往远方 我无法反抗 再次回过神 我看到了林月穿着婚纱 向台上走去 而新郎是我的男朋友宋芝瑜 我看着这一幕 眼泪却掉不下来 心瞬间碎成一片 我爱了整整十年的男人 却在我死的当天娶了别人 而他们手牵着手 凑在一起说着什么 我凑过去 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芝瑜哥哥 我嫁给你 等年月姐姐醒了 后面说了什么 我已经听不清了 眼前开始混沌 再次有意识 我看到宋芝瑜亲吻着林月 克制又温柔 芝瑜哥哥 我们不能这样 年月姐姐她 林月推台宋芝瑜 微微喘着气 人都死了 提她做什么 听到这话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宋芝瑜 心如刀角 我恨不得冲上前质问她 可我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泪水模糊着视线 她掰过林月的脸 两人四目相对 他们的双眸带着浓烈的爱意 恨不得将对方融进骨子里 这样的宋芝瑜 是我从未见过的 原来她不是清冷 只是能够让她失控的人 不是我 我只能飘在那里 看着他们相爱 也不知道是上天给我的惩罚还是什么 我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跟着他们 一次一次看着他们的互动 心痛到麻木 后来林月怀孕了 而我早已不会难过 难过只是一时的 想通了之后只剩下恶心 多么讽刺啊 我的男朋友和我旧的孤女在一起 住着我的房子 花着我的钱 还时不时把我拉出来 充当他们推的一环 而在那一瞬间 我感到一阵拉扯 再次有意识 而盼想起林月阴毒的声音 林月 是不是你死了 至于哥哥就可以看到我了 我努力地想睁开眼 却无论如何都睁不开 身子也动弹不得 眼前一片黑暗 头顶的机器 开始滴滴滴地响起来 熟悉的声音 让我意识恍惚 我没死吗 不 我敢肯定我死了 我忘不掉 冰死前遭受的痛苦 让人痛不欲生 那么 我现在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听到林月的声音 还有她的话 是什么意思 正想着 有只手掐上我的腰枝 用力之大 我痛得乌叶出声 林月却笑了林月 医生说你很快就会醒了 原来我还不信 但现在 你居然感受得到痛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你吗 我讨厌你一副 高高在上施舍的模样 而我像个奴才一样 讨好着你 一点人权都没有 我一直都想 该怎么才能得到你的一切 老天爷就给了我机会 今天过后 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她的气息喷洒在我耳旁 嗓音交乱你放心 我会替你好好陪着织鱼哥哥的 我浑身的血液僵住 心底发寒 而她的话 也让我明白 我又活过来了 回到了我死之前 再次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我的死 也不是意外 而是我眼中 乖乖巧巧 格外捏我的林月座的 只是 是我从未怀疑过的人做的 到现在 我不得不承认 我年月 看错人了 我的眼光好像不怎么好 旧的人是这样 选的男人也是这样 宋志愚是我爸爸 走前从过儿院挑选 亲自为我培养的童养夫 和他一起成为我的童养夫的 还有另一个人 他叫宋颜礼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宋颜礼是个新号新号新号包 话总是很多 而宋志愚清清冷冷的 如同那冰山上的雪帘 让人不敢靠近 可我偏偏喜欢上宋志愚 选择了他作为我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之后 宋颜礼出了果 十年的相伴 让宋志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 但也做不到 如同真正的情侣那般 我一直坚信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对我敞开心扉 一次意外 我推开了 即将要被车撞到的宋志愚 自己被撞成了植物人 失去所有意识 不知道过去多久 我终于可以听到声音 医生说我很快就可以醒过来 而宋志愚承诺我 等我醒来 我们就结婚 可他却在我死的那天 和害我的人结婚了 我宋志愚上辈子 真是瞎了眼 养了这么两个白眼狼 宋志愚不喜欢我 不为所动 我可以理解 可林月 我从未对不起他 初见林月时 他才十岁 整个人受骨灵循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可怜巴巴的蜷缩在垃圾桶旁 我把他带回了家 当作亲妹妹般对待 而他从小也一直撵我 整天宋志愚长 年月姐姐短 我从不质疑真心 但真心瞬息万变 偏偏我最真心对待的人 最想要我死 我想睁开眼 想起来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我动不了 也睁不开眼 而林月的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无尽的冰寒 冻得我心间发疼 这是我托人找到的药剂 能让人在无形之中死去 查不出来任何成分 更会让人死前 遭受无尽的痛苦 年月 我对你可真好 让你早点去投胎 下辈子不用做动态不得的植物人 胳膊上传来冰凉的触感 我的心猛然间提了起来 他要动手了吗 可我不想死 也不甘心去死 我努力地挣脱束缚 终于在林月准备注射时 睁开了眼睛 而林月对上我的视线 整个人被吓得收回注射器 藏在身后 我看向自己的胳膊 松了一口气 还好没被注射成功 随之而来的 是我无法压抑的怒火与失望 我抬眼怒视着强装镇定的林月 刚想开口 门被突然推开 宋志余眼眶通红 嗓音沙哑 林月 我对上她的视线 忍不住冷笑 原来他们这么早就有首尾了 我却像个傻子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林月 你怎么醒了 宋志余看着我 目光复杂 眼中的情绪翻涌 好似在压抑着什么 而林月笑了笑 若无其事地给我递上一杯水 林月姐姐 你刚醒过来 快喝些水润润嗓子 我看着她坦然的模样 心动讽刺 真当我是傻子 亲眼看到了 还会装作看不到吗 我接过茶 反手把水泼在她的脸上 冷声到滚 林月被吓得一愣 泪水一滴滴落下 整个人狼狈不堪 她哽咽出声林月姐姐 你怎么了 宋志余皱眉 看向林月的目光中 带着担忧 连忙脱下外套 披在林月身上 随后严肃地看向我 质问林月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她这是在为林月撑腰 暗讽我有病吗 我倒是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想到上辈子看到的一切 我冷冷地看向宋志余 吐出来几个字你也滚 林月的哭声一顿 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林月姐姐 为什么 朝门口走去 林月你跟我走 宋志余开口声音极冷 好那林月姐姐先休息 我和志余哥哥晚点来看你 林月开口 语气带着压制不住的雀跃 好像在嘲讽我的失败 可我早就不在乎了 无数次的心痛 无数次的麻木 早已让我的心千疮百孔 我的心再也不会为宋志余而跳动了 我想下床洗把脸 可刚接触到地面 眼前却一片空白 许久没有走路的我朝着地上跌去 我闭上眼 静静地等着疼痛的到来 可我却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而盼想起一道别扭的冷哼 年大小姐怎么不会走路了 泽泽 这可是你自己投怀送抱的 可不是我占你便宜 听着这熟悉的信号信号信号包化 我睁开眼 看到了一张桀不逊的脸庞 她的脸渐渐与十年前的宋年里重合 可她不是在国外吗 怎么会回来 我望着她 却发现她变了好多 从前的她总是穿着夹克 染着一头黄毛满嘴跑火车 而现在 她的头发剔成了寸头 穿着西装 整个人成熟了许多 看什么看 哥帅到你了 她把横抱起我 用力颠了颠 你眉怎么这么轻 宋志愚那个冰块是怎么照顾你的 也不知道你什么眼光 看上那么个SB 我听到她的话 难得附和着以前眼瞎了 看上那么个SB 宋年里一愣 不可置信的看向我 翻了个白眼 我没龙吧 这是你年大小姐说出来的话 之前不是喜欢宋志愚 喜欢的死去活来的吗 还为了她变成植物人 蠢死了 我听着她的话 默默垂下头 一旦不喜欢一个人 就会觉得她其实没有哪里好 怎么了 她见我不说话 把我放在病床上 蹲下来看着我 没什么 只是觉得你说的对 我以前确实太蠢了 蠢到却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最后落到亮的下场 我对上她的视线 心却猛然提起 她的眼中有担忧 还有隐藏不住的爱意 我快速避开她的目光 太炙热了 我的心隐隐发烫 我爱过一个人 当然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眼神 可我从来不知道 宋志愚喜欢我 那你还爱她吗 宋言里掰过我的脸 认真问道 我摇摇头 心底没有半分波澜不爱了 听到这里 宋言里突然红了眼眶 低下头 身子微微颤抖 年月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你死了 宋志愚那个混蛋 却娶了那个孤女 等我回国 看到的只有你冰冷的尸体 我醒来就连夜回了国 还好你没事 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我望着宋言里 缓缓收紧拳 那不是噩梦 那是真的 而我也确实死过一次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重生回来 但我无比珍惜这次机会 这一次 我不会再爱宋志愚 而林月 我也不会再继续 让她留在年家 好了 都过去了 我拍拍宋言里的肩膀 看着她哭得一颤一颤的 忍不住发笑 心里却暖暖的 好在 还有人愿意真心待我 当天下午 我就出了医院 宋言里想送我回年家的庄园 却被我拒绝了 我不想回到那个 满是宋志愚和林月 生活痕迹的地方 即使要回去 我也要弄干净了再回去 于是我和宋言里 回了她买的公寓 随便坐 我去给你泡奶茶 她把拖鞋递给我 转身进了厨房 我看着崭新的女士拖鞋 换到脚上 却发现拖鞋格外的合脚 好像是给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想起在医院时 她的眼神 脸颊开始发热 我摇了摇头 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赶出去 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提醒着自己 年月这样的亏 吃一次就够了 转眼两天过去 宋志愚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我拉黑了宋志愚和林月的一切联系方式 找了个助理 给我整理宋志愚 替我管辖的公司数据 既然决定断了 那就不再有一丝一毫的纠缠 我要接手回公司 至于宋志愚怎么办 关我什么事 等整理好资料 我开车去了公司总部 走进公司不到半分钟 前台就拦住了我的这位小姐 请问你有预约吗 我摘下墨镜 看着他老板回公司 需要预约吗 就你 还老板 谁不知道我们总裁姓宋 是个冰山帅哥 你的当老板 做梦也请滚远一点好吗 前台一脸鄙夷 推散着我往外走 我听到他的话 微微挑眉 这公司 什么时候成了他宋志愚的了 进入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需要看员工守则 劳记老板的身份信息 你是新来的 前台一愣 脸上浮出一抹心虚 转而想到什么 又昂起脖子来 我可是林月安排进来的 林月可是公司老板的妹妹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板是女人 林月 我冷笑一声 原来林月这么早就在公司蹦倒了 居然还三人进来 真把年假当成他和宋志愚的了 我也懒得再废话 直接打了副总的电话 便在楼下会客厅等着 前台见我不走 想说些什么 就被一旁的另一个前台喊走了 林月姐姐 听到林月的声音 我朝楼梯看去 林月朝我这边跑过来 轻易地挽住我的胳膊撒娇 好像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来公司怎么不早说啊 要不是副总说 我还不知道你来公司 至于哥哥在开会说 没空接你 我就下来接你了 我们上去吧 她一副女主人的语气 强调着宋志愚对我和她的态度 我突然笑了 甩开她的胳膊 盯着她那看着无辜的双眼 缓缓开口林月 谁允许你进公司的 林月今年才20岁 本该在上学 为什么会出现在公司 听前台的意思 她来公司的次数绝对不少了 这些是我从前一直都不知道的 况且 她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我不能 我又不是什么圣母 别人都要害我了 我还那么大度地养着她 让她过富贵的生活 养不熟的白眼狼 还是回归到 她本该生活的世界吧 林月姐姐 当然是志愚哥带我进来的呀 林月看着我 眼神是那样无辜 可眼底的恶意却十分明显 眼底的阴狠 同样没逃过我的眼睛 看着林月这副 阴毒小白花的样子 我忍不住皱眉 我以前真是被蒙蔽了 居然会觉得她可怜 林月 来怎么不说一声 宋志愚出现在林月身后 不动声色地 把林月往身后拉了拉 维护意味十足 我看着这一幕 讽刺出声宋志愚 我不来怎么知道 这公司什么时候 成了你和林月的了 宋志愚 你是不是忘了 你的女朋友是谁 是了 我和宋志愚 现在还没有分手 而她却当着我的面 维护别人 要说我成为植物人 之前她们没点什么 我可不相信 林月 我女朋友当然是你 你怎么会这么说 她不解的看着我 好似我在无理取闹 面容还是那般冷酥 身为男朋友 维护别的女人 就是你的做法吗 她望着我 想说些什么 却没张口 只是紧紧皱着眉头 面对我 她好像从来都是这样 好像只有在林月面前 她才会露出不一样的神情 若是从前 我的心肯定会很难受 但现在没感觉了 从今年开始 你就不是我男朋友了 我看着她身后得意的林月 突然笑得对了 还有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不用来公司了 公司以后 我会另外安排人接管 此话一出 林月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眼中带着不可置信 我微微勾唇 你不是喜欢宋志愚吗 我倒要看看 你所贪恋的 到底是宋志愚 还是年价这偌大的家产 公司不是交给志愚哥哥了吗 这公司上下离不开志愚哥哥 林月姐姐 我知道你刚醒过来心情不好 但你也不能拿公司开笑啊 林月开口 满是试探 更多的是对我的贬低 我想你搞错了什么 这公司是我年价的 宋志愚只是带为管理 况且 这世界上 从来没有离了谁就干不下去的公司 能替我管理公司的 不是只有他宋志愚 林月啊林月 你是不是以为 即使我不死 你也能得到你想要的 你错了 只要我活着 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当然 除了宋志愚 林月别胡闹 他板着脸 想让我改口 若是上辈子 对他百依百顺的林月 可能就会败下阵来 可现在 我林月不爱他了 又怎么会对他妥协 我看着他 一言不发 态度明显 你认真的 他皱着眉 眸光复杂 带着一丝失落 对 请你快速离开公司 还有庄园那边 我已经让人打包你和林月的东西 放在门口了 哦对了 毕竟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年价的 给你们几件衣服 已经是人至一尽 宋志愚站在我面前 周身的气压很低 眉眼间带着怒气 你真的要这么做 他在生气 生什么气呢 气我撤了他总裁的职位吗 可年家 是我的 他 只不过是父亲为我培养的人 有什么资格生气 对 我点点头 毫不犹豫 林月见我这么认真 当即慌了神 过来想挽着我的胳膊 却被我避开 林月姐姐 月月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一醒过来就变了呢 林月以前 最疼月月的 就是林月姐姐了 我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冰冷 至极为什么 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 林月眼眸闪过震惊和懊悔 我心底了然 他是在后悔没早点动手吗 林月 跟我离开 宋志愚拉着林月的手 扭头看了我一眼 眼中带着挣扎 好像想说些什么 林月 我直接扭头上了总裁专用电梯 没再理会他 而经过刚刚的一幕 一楼格外的安静 而被林月塞进来的那个前台 忐忑地低着头 生怕我注意到他 你被开除了 我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我静止上了顶楼 之后我开始着手处理公司的事物 等一切安排好 已经天黑了 我伸了身懒腰 独自走出公司 而门口早就停了一辆红色的跑车 车旁靠着一个身影 宋眼里 你怎么来了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毕竟 像他这么信号信号信号包的人 属实少见 他微微挑眉 脾气十足 从身后拿出一束玫瑰递给我 怎么 哥来你不高兴 怎么会 谢谢宋大帅哥来接我 我被他逗笑 接过玫瑰 心里暖洋洋的 你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宋眼里吗 宋志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一旁 红着我看我 眼底满是失落与委屈 我不解得皱眉 他在委屈什么 是他先背叛我的呀 更何况 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我正想开口 宋眼里把我摟入怀中 挑衅得看向宋志愚的方向 是又怎么样 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垃圾 年月凭什么还和你在一起 宋眼里 松开他 宋志愚怒视着宋眼里 眼睛死死瞪着他 抱着我的手臂上 好似要盯穿一样 年月都没拒绝 你凭什么让我松开 宋眼里把下巴放在我肩膀上 欠揍的对着宋志愚做鬼脸 这都多少年了 宋眼里还是这么皮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让你松开 我的笑 好像刺激到宋志愚 他居然挥拳朝宋眼里打了过来 宋眼里拧眉 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好牢牢把我护在怀里 脸颊瞬间通红 我心一惊 看着他唇角的血迹 不敢去碰他 宋眼里 你没事吧 宋眼里摇摇头 示意我不要紧张 却因为动作大扯到嘴角 疼得撕了一声 看着宋眼里的伤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冒了起来 我扭过头 陆视着宋志愚你有病啊 干嘛打人 宋志愚一愣 眼底满是不可知性 声音颤抖着你 为了他吼我 听着他的话 我忍不住冷笑 是啊 这还是第一次呢 从前我们三个在一起 我向着的永远是他宋志愚 被偏爱时 他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一旦偏爱美了 他又觉得不该是这样 可是 凭什么呢 见他真心的人 有什么资格这样 那又如何 我冷冷地看着他 眼底再无一分爱意 只有无尽的厌恶与不耐 他看着我 似乎想从我的眼中 看到从前对他的爱意 可是没有 一丝一毫都没有 他神色恍惚 第一次不再是冰冷的表情 他退去了清冷 整个人看起来破碎不堪 好像受到巨大的打击一样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阿月 你为什么突然变了 谁都不会突然改变 多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 叮铃铃 手机铃声响起 宋志愚接开电话 那边传来凌月哭泣的声音 志愚哥哥 你在哪 新家的灯不会亮了 我好害怕 你快点回来好不好 宋志愚你没看了我一眼 无奈应声 我听着凌月的话 讽刺地看向宋志愚 眉头微挑 速度挺快的嘛 这就同居了 祝你们百年好和 宋志愚挂了电话 定定地看着我 满脸疲惫年月 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 话落 他便匆匆离开 可他的话 却让我摸不着头脑 他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解释什么 正想着 宋言里捂着脸 哎呀哎呀的叫唤着 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 哎呦 好痛 年月 你这个无情冷漠的女人 哥都痛成这样了 你还盯着老情人看 哥要伤心了 我好笑的看着她一眼走吧 让我这个冷漠无情的女人 带你去上点药 再请你吃一顿大餐怎么样 行 宋言里瞬间不再叫痛 欢欢喜喜的打开车门上了车 而我们吃过饭后 一起喝了点酒 等回到公寓 他拦住了想要回房间的我 语气卑微又诚恳年月 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 我的身子僵硬原地 大脑迅速清醒过来 送眼里 你喝多了 他定定地看着我 眼底的爱意 好像要把我融化掉 我忍不住避开他的视线 却被他搂入怀中 额间传来温热的触感 我愣在原地 你也不是那么抗拒我 对吗 他身上带着酒气 却并不难闻 嗓音低哑 我感觉耳朵痒扬的 莫名的不自在 我该怎么办 也说我选择逃避 趁着送眼里醉了 我连夜搬出了公寓 之后我刻意不去接听他的电话 也不去回他的信息 日子一天天过着 可这天 宋之鱼来公司了 总裁 前总裁站在公司门口闹 说有重要的事找你 我们拦不住 助理话还没有说完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 出去吧 我皱着眉 让助理出去后 看向宋之鱼 可宋之鱼的打扮 却吓了我一跳 从来都是西装革履的宋之鱼 今天格外的寒酸 只一件短袖短裤 没有任何商标 以宋之鱼的能力 哪怕他不在公司 也有能力过得很好 可他却穿着以前 从来不看眼的地摊货 纯粥长马的胡子 眼睛里满是红血丝 说吧 你来做什么 虽然很诧异他的打扮 但这跟我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关系 年月 快把解药喝下去 宋之鱼一开口 直接把我整猛了 什么解药 宋之鱼焦急地拿出一管药剂递给我 如释重负 林月给你下了药 我一直忍耐着他 就是为了拿到药剂 这几天 我一直都在想办法找解药 我给了他五百万 才拿到药剂 我终于不用再受他的威胁 来冷落你了 我听到这里 算是明白了 直接开口问宋之鱼 所以那天在医院 你是担心林月给我下了药 是 他看着我 眼底的爱依 让我不适的反胃 听到他的话 我冷笑一声 那你怎么知道他要给我下药的 他一愣 由于片刻开口 我做了一个梦 你看娘都放狗屁 门再次被推开 宋言离怒气冲冲的 把手中的水杯砸到宋之鱼头上 你再说一遍 你是做梦 还为了年月去找所谓的药剂 你是不是以为很感人 怕是只感动了你自己吧 我看着眼前的闹剧 确定了一件事 重生的人 除了我 还有他们两个 助手 我拦住宋言离 无视他委屈的神情 看向额头冒血的宋之鱼 缓缓开口 宋之鱼 你是重生的 对吗 我一开口 两个男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宋之鱼 神色紧张地看向我年月 你什么时候重生的 就在林月 要给我注射药剂的时候 宋之鱼听到这里 看着手里紧紧钻裂的药剂 突然笑了出来 眼底满是狠衣 他居然骗我 年月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宋之鱼看向我 满眼深情 这是我上辈子求而不得的 宋言离被气得抬脚 就要踹宋之鱼 被我拉住衣袖 宋言离委屈地看着我 但是没有再动 我安抚地拍拍她的手 转而看向宋之鱼 要说宋之鱼爱我 我不信 更何况 我早就不爱她了 你真的是为了我 才护着林月的吗 宋之鱼似乎没想到 我会这么问 但还是点点头事 听着她的回答 我冷笑出声 毫不犹豫拆穿了宋之鱼 不 你不是因为我 你对林月有愧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上辈子娶了她 但这辈子没能娶她吗 或许 你愧疚的是你们的孩子 宋之鱼脸色逐渐苍白 紧紧地捏着药剂 伴上 她否认着我宋之鱼 爱得只有你年月 我从来没有爱过林月 可我亲眼看到了 短短几次 宋之鱼彻底败下阵来 她丧气地垂下头 不再否认 年月 我承认上辈子我们在一起过 但后来知道 是她害了你之后 我杀了她为你报仇了 这辈子 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不信你心里没我 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我扭过头 看向宋眼里 她真的杀了林月吗 宋眼里眼中闪过挣扎 最后还是点点头 情绪低落 你原谅我啦 我就知道 你还爱我 宋之鱼看着我 满眼惊喜 我拉着宋眼里的领带 让她低下头 两唇相贴 而宋眼里的眼中闪过震惊 接冲而来的 是欣喜与不再压制的爱意 一吻结束 我靠在宋眼里怀中 冷冷地看了一眼宋之鱼 我从来没有说过会原谅你 还有 我不爱你了 宋之鱼脸色苍白 亮亮呛呛地出了办公室 嘴里念叨着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会让你原谅我的 可这些 我不在乎 因为此时 我被宋眼里抵在桌子上亲吻着 稳着稳着我喘不过来气 忍不住去推她 她松开我 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你要反悔吗 好你个冷漠无情的女人 不等她说完 我便好笑地开口 没有反悔 我只是有些喘不过来气而已 真的 宋眼里抱起我 明明25 又的人了 还幼稚地转起了圈圈 但我看着她 眼底不含杂志的爱意 还是由着她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 我和宋眼里的感情越来越好 而她又开始展现 她那新号新号新号包属性 一直黏着我 恨不得时时刻刻向人炫耀 我们在一起了 而我们的婚礼 也定在了下个月 这天晚上 宋眼里先一步离开去买水 我刚出公司 就看到了宋之鱼 她神色清冷 可身上的血迹格外的刺眼 看到我 她扬起笑容上前几步 年月 我证明给你看了 我拧着眉 刚想问她证明了什么 下一秒 她的话让我愣在当场 你不相信我杀了凌月 那我就再杀一次 你看 这都是她的血 好多好多 看着眼前疯疯癫癫的宋之鱼 我只感到浑身冰凉 宋之鱼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 她居然真的杀人了 她真的有心吗 虽然我并不同情凌月 但还是无法接受宋之鱼的做法 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不惜杀了她上辈子的妻子 她好像没看到我的害怕 开始朝这边走过来 眼神里满是疯狂 身上的血迹滴落下来 砸在我的心间 你想做什么 宋之鱼 你清醒一点 我开始不断后退 试图唤醒宋之鱼 可她充耳不闻 只心红着眼看我 没有停下脚步 宋之鱼你踏马找死 宋之鱼赶过来 看到的就是 我被逼着后退的一幕 气得眼眶通红 她扔掉手中的水 狠狠踹到宋之鱼身上 趁着宋之鱼没有反应过来 便控制住了她 年月 报警 听到宋言理的话 我快速地拨打了110 不过半个小时 宋之鱼被抓了 后来她被判了无期徒刑 后半辈子都只能在牢里度过 而我和宋言理结婚那天 我收到一件信 包裹得很漂亮 是我最喜欢的海鸥母样 我打开信封 看到署名后 瞬间扔掉了信 转身前往婚礼的大堂 宋之鱼写了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想 我不需要再看 我还有新的生活在等着我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吧 每天更新好看的全文给你哦